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就学习了ICMP协议 本节课我们来学习ICMP协议的应用 那么本节课内容就会附成两个部分 分别是Pink应用 以及TraceRoot应用 那么这两个应用都是使用ICMP协议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Pink应用 那么对于这个应用 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很熟悉了 前面我们在该书片的时候 我们也有利用Pink命令 来验证一个网络的质量是否好的 那前面我们Pink了广州的 重庆的以及美国的IP 我们发现对于美国的 它的时长会长很多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将会学习 Pink应用它的原理是什么 那么在这里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前面我们在学习ICMP报文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协议它有两种报文 分别是差错报告的报文 以及这个询问报文 那么对于这个Pink应用呢 它主要是使用这个ICMP的询问报文的 它会发出这个回送请求 或者是应答类型的报文 也就是说它的类型值是0或者是8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结合这个协议的层次 来理解这个Pink应用 那么既然这个Pink应用呢 它会发出这个ICMP的询问报文 因此呢我们在输入这个Pink命令的时候呢 它首先会组装一个IP协议的报文 也就是会组装一个IP的数据报 然后呢在这个IP的数据报里面呢 它会组装一个ICMP的询问报文 并且把它封撞到这个IP协议里面去 然后呢通过这个数据链路层发送出去的 那么这个就是Pink应用它的原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重新的使用一次这个Pink这个命令 打开命令行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一般呢在使用这个Pink的时候 都喜欢Pink这个百度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Pink这个百度 哎这个时候炒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出 那么首先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字节等于32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Pink这个命令发出的报文呢 它的长度是32个字节 也就是说Pink命令它所封装的这个IP的数据呢 它一共有32个字节 那么前面我们知道了 这个IP的首部呢 它至少有20个字节 所以呢剩下的12个字节呢 就是这个IP数据报的数据 也就是这个ICMP报文的长度 除了字节以外呢 还有这个时间 那么时间呢指的是 这个网络从请求到对方的应答 它经过的时间 那么这里面呢 不稳定有7毫秒 10毫秒 73毫秒 以及100多毫秒 那么这个呢 也是使用这个ICMP报文的 询问这个类型的报文 来进行这个请求和应答的 那么除了时间以外呢 还有这个TTL 那么TTL呢 指的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IP协议里面的 头部里面的一个意义 它指的是这一个报文在网络中的传输之后 还剩下的一个寿命 这里面呢 还剩下57跳 如果说这个TTL为0的话 那么将会丢弃这个PINK这个报文的 那么我们通常呢 会使用这个PINK命令 来判断这个网络是否通的 以及判断这个网络质量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对这个PINK这个应用 做一个小小的拓展 那么平时我们在家里面 如果说网络出现故障的话 我们通常也会使用这个PINK这个命令 来进行这个网络质量的排查的 那么对于这个网络的排查呢 我们通常首先会PINK这个本地回换地址 也就是前面我们所介绍的 127.0.0.1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PINK这个命令都会得到返回的 如果说得不到返回 那就说明你的计算机的协议站出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可能要重装系统 或者是重新安装这个协议站 那么如果PINK这个回换地址是通的话 那么下一步我们将会PINK这个网关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路由器的地址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计算机是位于内网的话 我们一般会PINK这个192.168.0.1 或者说是这个192.168.1.1 那么这个呢 通常是这个路由器的地址 那么如果PINK这个路由器的地址 是通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说明 本机到这个路由器的通路是OK的 那么如果不通的话 那就说明你的WiFi 或者说你的网线连接是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PINK路由器是通的话 那么第三步我们就PINK这个外部的地址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PINK这个百度的地址 如果说PINK有个地址不通的话 那就说明 那就说明在你的家到这个ISP之间呢 这个网络是故障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联系这个电信 或者是移动或者是这个联通 来排查这里面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也是平时我们使用这个PINK命令 来进行这个网络故障的排查的一个过程 好的 了解了这个PINK应用呢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这个Trace路的应用 那么Trace路的应用呢 也是使用这个ICMP协议的 那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 那么这个应用呢 它的主要功能是探查这个IP数据报在网络中所走过的路径 也就是说这个应用 它可以让你知道你的IP数据报在网络中走过了哪些路径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在学习IP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计算机是连接在一个虚拟互联网络里面的 我们并不关心这个IP数据报在网络中走过了哪些路径 但是呢 如果平时我们需要对这个网络故障进行排下的话 那么这个应用呢 将会提供更高级的功能 使得我们更了解自己的网络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应用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这个IP协议里面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TTL 在前面我们知道 这个TTL呢 它占八位 它的意思呢 是表明这个IP数据报在网络中的寿命 那么这个值呢 每经过一个设备 不管是计算机 或者是路由器呢 TTL都会减一 当这个TTL为零的时候 网络设备就必须丢弃这个报纹 那么这个呢 是前面我们所了解的 那么在当时我们提到了 当这个TTL为零的时候 网络设备必须丢弃这个报纹 但是呢 没有告诉丢弃的时候 应该怎么处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学习了ICP报纹呢 我们就知道 如果说这个网络设备 想要丢弃这个报纹的话 那么它将会发出一个 ICMP终点不可达操作的报纹 也就是说 它会报告一个错误 告诉你原端的主机 这里面的这个传输 发生了错误 那么这样子呢 才会让这个原主机 察觉这里面的问题 我们举一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 来理解这里面的 trace root 这个应用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借助前面的一个图 那么这个图呢 指示了从计算机A 到计算机B的 这个网络的走向 分别走过了这个中心网络 大型网络 中心网络 小型网络 来到这个计算机B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数据报纹呢 在网络中是hop by hop 一跳一跳的去传输的 因此呢 它会首先来到这个中心网络 对吧 然后再跳到这个大型网络 然后再跳到这个中心网络 然后再跳到这个小型网络 最后来到这个中心网络 那么这个trace root的应用呢 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那么trace root的这个应用呢 它巧妙的利用了这个ICMP 插手不可达报纹的这个作用 那么为了探测这个数据报 走部的路径 它首先被封装一个 TTL为1的这个IP报纹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算机A 当发出了一个TTL为1的报纹之后呢 到达这个中心网络之后 中心网络就会发现 TTL减为0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往这个 原机器 也就是这个A 发出一个ICMP 插手不可达报纹 那么这个时候 计算机A 就先把这个中心网络的 IP地址给记录下来 接着呢 这个trace root 再封装一个 TTL为2的这个报纹 那么这个时候 数据就来到了这个大型网络 那么因为这个数据报 经过了两条 TTL减为0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型网络又会丢弃这个报纹 并且往这个原机器 发出一个ICMP 插手不可达报纹 那么这个时候 计算机A又把这个大型网络的IP 给记录下来 然后接着第三条 第三条就来到了这个中心网络 那么在这个中心网络的时候呢 他又会发现这个tl减为0了 因此呢 他也会给这个原机器发出一个ICMP 终点不可达的插手报纹 最后再来到这个小型网络 那么对于这个小型网络呢 他也会发出一个这个ICMP 终点不可达的插手报纹 最后才来到这个计算机B 那么大打这个计算机B的时候呢 他就会发出一个回应的报纹 表示说你发出的数据 我已经收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计算机A已经接收到了 所有的路径的机器的信息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输出这个数据报 在网络中走过的路径了 所以呢 对于这个trace路的应用呢 他是巧妙的利用了这个tl 以及这个ICMP 终点不可达的插手报纹 他每次把这个tl加1 直到到达对方的这个机器 然后呢 这里面的过程的每一个机器呢 他会收集到相关的IP信息 以此来记录这个IP数据 走过的路径 那么这个呢 就是trace路的应用的原理 我们接下来也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trace路的应用 他的一个输出是怎么样的 打开命令行 那么这个trace的呢 就是这个应用的 Windows的一个命令 他的使用很简单 后面接这个域名 或者说接这个IP地址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这一个命令的输出呢 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 这边老师提前输出了一些数据 这里面老师使用的域名呢 是gHub.com 那么这里面呢 可以看到 输出了非常多的信息 首先发现这个gHub的地址的IP是 52.73.233.119 那么首先第一条是来到了这个 192.168.0.1 这个内网地址 那么这个呢 也是老师内网的一个路由器的地址 然后呢 第二条 第二条来到的是这个 192.168.50.1 那么这个呢 是老师的华硕路由器的一个地址 然后第三条呢 是192.168.1.1 那么这个呢 是老师的一个网关的地址 第四条呢 是这个内网地址 那么这个呢 是小区的这个内网的IP 我们重点来看 567.8.90的这些输出 那么在这里面呢 老师使用这个浏览器 具体的来看一下 每一个IP 它具体是哪个位置的 那么首先是第五条的 这个61.149.22.217 那么这个IP呢 它是这个广东省上头市的电信 对吧 这是第五条的 然后是第六条的 第六条呢 是这个183.56.65.54 是这个深圳市的这个电信的IP 然后是第七条的 那么第七条呢 是这个上海市的电信的IP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数据报文 首先来到了这个上头 但是呢 发现上头无路可去了 所以呢 又回到了深圳 并且往这个上海去发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下一条是这个 202.97.94.69 那么这个呢 是中国的一个电信 也就是说 它是属于这个中国的出口的 因为这个cap.com呢 它是属于美国的这个IP 所以呢 它首先会在中国有一个出口 经过了这个94.69之后呢 它就来到了这个41.101 我们查询来看一下 哎 发现它也是一个中国的电信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下一条是这个 183.91.56.82 那么这个IP呢 是这个香港的IP 也就是说 它到了上海之后呢 它就来到了这个香港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是这个52.93.11.8 哎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来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呢 就可以访问这个cap.com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 我发出的这个报文 来到这个上头市 那么因为呢 这个上头市 它无路可去了 所以它又回到了深圳 然后呢 它发往这个上海 然后呢 从上海 来到这个香港 然后再从香港 发现这个美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老师在访问这个cap.com的时候 这个IP数据的一个路径 好的 回到PPT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总结本期课的主要内容 很简单 两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pink应用 以及trace root这个应用 那么对于pink应用呢 它主要是利用这个 ICMP的学问报文来实现的 对于这个trace root的应用呢 它巧妙的结合利用了这个TTL 以及这个ICMP的终点不可达的插错报文 来实现的 那么这两个呢 都是这个ICMP协议的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例子 那么希望通过本节课呢 同学们都能理解这两个应用 它的实现 以及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那么通过这两个应用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记忆 去理解这里面的ICMP协议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